面对中国的威胁 各国聚焦台海区域的情势 法国总统马克宏颁布了七年建军法 内容包含将捍卫台海自由航行权 尤其是南海以及台湾海峡 这不仅是法国国会首都将台湾纳入法案 法国更是第一个以立法方式 保卫台海自由航行权的国家 另外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 白宫将寻求国会同意 透过外国军事融资系统 为台湾提供武器的资金 也凸显欧美国家聚焦台湾的防卫能力 原地接见行程取烧 跟行政院长陈建仁 一起到灾害应变中心视察 总统蔡英文听取各部会简报 紧盯卡努台风最新动向 中央各部会会严正以待 密切合作 也会跟着地方政府保持 引起了解各地的需求 随时提供协助 务必将台风带来的灾害降的最低 确保国民生命台湾的安全 卡努台风持续缓慢逼近 蔡总统要求各单位要做好防台 准备跟措施 守护国人的人身安全 而在区域和平上 蔡总统同样也要捍卫 因为现在各国聚焦台海稳定 法国马克宏总统和克隆纳外交部长 也多次强调 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接近即将离任的 法国驻台代表公孙孟什 总统特别提到台法关系不断深化 法国总统马克宏一号颁布 青年建军法 内容包含重申法国身为印太强权 将依据国际海洋法 持续捍卫印太地区自由航行权 特别是南海及台湾海峡 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预算4133亿欧元 创史上新高 法国更是全球首个国家 以立法方式保卫台海自由航行权 法案也把台湾海峡的安全与和平 就是协入他们的一个任务 就是原则之一 我想是对于嚇阻中共的这个威胁 是大有帮助的 另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白宫将在对乌克兰的军援 补充预算案当中 纳入对台湾的军援 一旦实施将是美国有史以来 对台湾第一次动用外国军事融资的方式 拨款给台湾购买美国武器 欧美国家聚焦台湾防卫能力 也凸显台海情势的升温 记者小饼像是台北报导